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特色单位只有两个定价 分别是798万和858万 连同天台特色单位都是两口价 分别是828万和898万 赤价大概15600元到17500多元 上日将价单连同三个早前撻订的单位 35伙星期六一次过开售 亲海站推盘活动告一段落后 新盘的焦点就由日出看城海拍风三接力 不过尝试过长十匹架的滋味 市场的胃口可能已经有所改变 根据发展商最新的公布 暂时收票超过1350张 结果已经开架的238伙 只是拨出了138伙星期六开售 部署相当谨慎 似乎对销情都不是太有信心 发展商早前已经加推第二张价单 涉及108伙 面积大概440到720尺 开积全数都是两三房 入场价716万 平均尺价16900多元 与第一批完全相同 发展商表示如果计回赠 实际的平均尺价只是16300多元 收票情况就不算热烈 发展商都不敢太进取 逐个单位比较一下 都可以发现是原价加推 例如新加推的3B座F室面积大概450尺 开积是两房间价 43楼的折实价是761万 比起首批推出隔离的衣室细一尺 便宜6万多元 尺价相差不够百分之一 新盘劈价促销下 二手市场仍然抱着观望的态度 由大屋苑踏入月底才有成交 除了创下今年的低位 部分的成交价甚至回到2015年的水平 半芯盘和开放式户 几乎都是近年涉让的重灾区 元朗章拍来到月底 终于录得今个月头两宗成交 但两个都是涉着走 当中九座低层G塞 一个实用272尺的开放式单位 原先叫价360万 已经是低过市价的涉让价 最终再减39万 以321万沽出 赤价11800水平 造价时光倒流到2015年 屋苑入伙时期水平 并且创历尼第三低价成交 原业主在2020年4月以400万 救入单位 持货3年 账面蝎79万 单位贬值近2成 同一个屋苑 百座低层一个实用677尺的平台户 是属于两房年书房间隔 原业主在2019年中 在楼市高位大约758万入市 以涉让价开价之后再减一口价 以大约700万成交 赤价是大约10380元 持货4年 账面蝎大约55万 单位贬值超过7% 不过持货期够长 账面获利的机会就较高 有荃湾老牌屋苑的两房户 成交价创今年的新低 但原业主的赚幅达到5倍 这个所指的就是陆阳新邨D座 一个实用451尺的低层两房 属于遗产物业 享有西南原景 原先叫价550万 移价之后以545万沽出 赤价低件12000元 不过单位早在1991年以91万买入 32年间账面升值达到400多万 同日有另一个市区大型屋苑 造价同样创今年低位 长沙环四小龙弘景台8座 一个低层两房户实用477尺 望开洋泳池和内园景 减价45万之后以683万沽出 跌穿700万关口 并且创屋远两房今年的新低 实用赤价跌到14300元 由于原业主在02年 只用176万就买了单位 现在转手账面获利超过500万 单位升值超过2.8倍 暑假就离缘 在内地生长租之下 例如东冲区等等的区域 租盘已出现短缺 供不应求下 结果租金被推高 西营盘的单栋盘 AVA128 新近就录得一宗高价成交 一个低层178尺的纳米开放式单位 用14000元放租3天 就给一个港大的交换生 用13000元乘租 实用赤租高达73元 是这个大厦今年最贵 美联物业亦预期 抢人财的计划 加上非本地学生的需求 今年租金有力上升最多一成 升幅会是11年以来最急 下集合 下集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